《洛杉矶时报》近日发出一篇撰文,内容大致说的是胡人老板珍妮对乐布朗到来的看法和态度,以及对乔治没有加盟胡人感到的失望。 我们知道的是胡人这个夏天有很多动作,从自由市场打开到现在,胡人已经完成了五笔人员工作,其中乐布朗的加盟最具劲爆,我们来看看这五笔交易。 按照合同大小来判断的话,乐布朗最大1.533亿,其次是龙多的一年900万,是蒂芬森的一年450万,买机的240万合同。 而胡人最近的一笔交易,就是和比斯利完成一年底薪合同,240万左右。 不过正式签语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,乐布朗又唱歌到当时欢迎她的来到。 珍妮作为胡人的女老板,今天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谈到了球队变化面临的难题。 珍妮表示,沃顿是很辛苦的,因为我们这次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思想的球员,沃顿需要了解他们的一切尤其是乐布朗。 但是我相信她,她已经给胡人新赛季一个重新的定义,打法以及体系都能完成得很好。 主持人问了珍妮下赛季的目标,珍妮表示,胡人已经很久没有经过季后赛了,说真的我希望看到球队进步,我真的很想再看胡人进一次季后赛。 当然,这前提示球员们能够足够努力,如果胡人能进细节,我觉得会很惊讶,珍妮为胡人定的目标是季后赛。 而总经理佩林卡却表示,要尝试一下争夺冠军。